两个骑手打起了十二万分精神 他们在漆黑的归途上骑得很慢 肩货交谈几句 火药味并不浓 巴罗斯的左腿下方的安头 悬着一把温切斯特步枪 皮尔森的六发左轮枪就在他的腰间憋着 两人一同在里福奥县道上骑马前行 早晨七点半 他们到了一座小山顶 五英里外的埃斯皮诺萨牧场 像大片阴暗的谢树林覆盖着的一个小白点 眼前的景象 让几乎瘫倒在马鞍上的皮尔森精神一震 他知道健将的能耐 那匹利毛马已经在口吐白沫了 一直打着颤 健将却扔向一台小发动机似的 勤快的踢踏着蹄子 皮尔森转过脸冲着牧羊林大笑 回头见巴尔 他气势高昂的挥了挥手 比赛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冲刺了 他双膝一夹 扶在健将背上向埃斯皮诺萨冲去 健将甩开大步飞奔起来 头镜前后剧烈的摆动 喷着响鼻 简直就像休养一个月后重出江湖 皮尔森骑出去二十码左右 忽然听见温测斯特步枪上膛的声音 那种推杆 将弹药筒推进枪管的响声非常独特 绝对错不了 他敏捷地做出反应 在耳朵被枪声震笼之前 贴着马背握倒 也许巴罗斯只是想吓住健将 他可是神枪手 可以保证在骑手安全的前提下 做到这点 可就在皮尔森扳下腰的那一刻 子弹恰好穿过他的肩膀 又击穿了健将的脖子 马儿倒伏在地 牛仔一头栽在坚硬的路面上 一人一马 谁都无法动他 巴罗斯半步都没停留 骑马而去 两小时后 皮尔森睁开眼睛 查看自己所处境地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忍着疼痛站起来 蹒跚着往健将躺着的地方挪去 健将倒在原地 但看上去并不痛苦 皮尔森仔细检查一番 发现子弹只是擦伤了他的马 马儿暂时昏了过去 伤势倒不严重 可他也差不多走得精疲力尽了 正歪着头吃路边的木豆树上 垂下来的那一叶 身下还压着托尼亚小姐的帽子 皮尔森费劲地牵起马儿 那顶复活节帽子 已经从马鞍皮带上掉下来 印花布包装倒是还没有散开 可能是因为被健将 壮实的身子压了那么久 已经完全不成形了 皮尔森眼前一黑 浑身无力地 再一次朝着可怜的帽子倒了下去 将他压在自己受伤的肩膀底下 牛仔的生命力相当蛮强 仅仅半小时后 他就缓过劲来 这段时间足够让一位女士昏过去 再醒过来两次 接着吃完一碗冰淇淋压压惊 他小心地站起来 发现健将还在一旁忙着吃草 他再一次把那顶不幸的帽子 绑在马鞍上 自己也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 终于爬上了马背 正午的时候 一群人欢乐喧闹地 等待在埃斯皮诺萨牧场小屋的门口 罗基斯姐妹坐着的新平板车 另外还有安可欧家和绿谷的两母女 几乎全是女卷 即便在这孤寂的旷野上 他们也坚持每个人都戴着顶崭新的复活节帽子 给即将到来的庆典 增光天才 托尼亚站在门口 脸颊挂着无法掩饰的两道泪水 她手上抓着巴罗斯从独木渡口戴回来的帽子 上头那圈白玫瑰让她烦恼惹得哭泣 狂喜的姐妹们在兴致勃勃之余 都不忘发自真心地告诫她 这种车轮帽绝对不能戴出去 因为她都整整过季三年了 你就戴旧帽子跟我们走吧托尼亚 他们催促道 这样去复活节礼拜 她答道 那我宁愿去死 她还在低气 幸运儿们的新帽子都是今春最新的时髦款式 戴弧度又有卷边 就在众人吵吵嚷嚷的当口 一个奇怪的家伙骑着马从树林里钻出来 马儿疲惫不堪地站在一旁 她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被草汁的绿色和碎石路上的石灰 蹭得几乎毁了容 皮尔森 韦夫老爹过来打招呼 你这是刚驯服了匹野马吗 安子上都绑着啥 冲动购买的战利品 利索点托尼亚 你到底去不去 威迪罗杰斯催着 咱们可不能再等了 车上给你留着位置 别管那顶帽子了 你这身可爱的棉布裙 搭配任何一顶旧帽子 都很漂亮 皮尔森一点一点地 把那件奇怪的东西 从马鞍上解下来 托尼盯着他 突然产生一丝希望 皮尔森是个创造希望的男人 他把东西拿来 递给他 大食指飞舞般地解开绳子 我尽力了 皮尔森慢慢地说 剑匠和我也只有这么大本事了 啊 就是这个形状 托尼亚兴奋地尖叫了起来 还有红玫瑰 我这就去试试 他飞到屋里镜子前 又飞了出来 闪亮耀眼 由花儿盛开 哇 红色 真衬的呀 姑娘们 涌叹般地同声称咋 赶紧走吧 托尼亚 托尼亚 在剑匠身边 停了片刻 谢谢 谢谢你 皮尔森 他快乐地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帽子 明天 来仙人掌镇 跟我一块儿去教堂吧 可以的话 我一定 皮尔森说 他好奇地盯着他的帽子 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托尼亚 像一只鸟儿一样 飞到了马车上 车子向着仙人掌镇 绝尘而去 你这是干嘛去了 皮尔森 维佛老爹 好奇地问道 脸色 比平时差了很多 我吗 皮尔森回答 我给花儿上了色 离开独木渡口的时候 那些玫瑰 那些玫瑰还是白色的呢 麻烦搭把手 扶我下来 为佛老爹 我的颜料 都用光了 老爹 好奇地问道 给 ta 预备